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放心,今天不會有歌聽的 因為今天我們只是很簡單的宣布結果 過去的時候,我們會評論一下參賽者的歌曲 聽分多一點,上集沒有聽過的 這次也不需要,因為我覺得上次很容易勝負已婚 我們在宣布最後15強之前,我又會再說多次 因為我看看星期日,明天有些事情要做 要做什麽事才說 明天,星期日,我會逐個通知他們 夾一下時間,看看誰會有機會回來香港 有些人是香港的 夾一下時間,大家都可以準備 我們的決賽一定是會舉行的 這次反而地方的考慮,我就會多了很多 不過我都喜歡深水埗、長沙、石劫尾那間 多彩皇宮 坦白說,我上次藍花是最後一集的李龍浩那裡 演套合轉 因為那裡的台和設定就用到台有性 比較容易弄一些 這次的聚會視為我們 啤梨漫舞第一次 不知道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第一次的大型網聚 有15位歌手 如果有15位歌手,如果有正式要拖來做 其實還可以西錦幾個 當晚10個就夠了 15個也不會多 會不會是沒有人唱一首 15個也不會,OK的 好了,已經晉身了 最後決賽的15位歌手 之前有一個MV,我沒有了 就被人看見Harddisk 就recover不到那一段 但唱單車 一生中聚愛入圍 後來做了一首單車的 鴨利周董輝 大埔苦亨亞的 心女日記 我沒有記錯 還有深水埗 有些仙氣 深水埗,劉若英 Creamy 錦上路文敏 他有首歌手 他唱的是什麼 鄭壽文那首 我忘記了什麼歌 進入決賽叫做 年青茅美 可惜他的兒子是我們的粉絲 頹廢藍李維斯 唱得越唱越好 頹廢藍李維斯 愛不起 洪水喬萊斯大熱 葵聰菲之王 都是大熱 其實我覺得他有力一撼 如果我來說 我三個裡面 我覺得很難選 甚至乎是否有洪水喬萊斯 我也難說 青茅陳曉冬 三門仔彈監會 這個也是不容忽視 現在他的面貌也很神秘 他唱得好 真的相當不錯 而我們其實說神秘 你還不知道 我們當然知道 是美女 盡大波 大波也未至於有 二叔婆美美 余樂成 余樂成後來寶那首 可能真的唱出味道 小熊 小熊也是黑馬來的 如果三強 四強 頂立就彈監會小熊 菲子王 和萊斯 我覺得 余樂成的大佬 毛毛 上個星期 險勝的 美利堅飛姐 就是贏了我們學生王子車神 都不是險勝 美利堅飛姐 都說會回來香港 好 好了 今集究竟 兩個都一定有一個要買飛機票 看誰買飛機票 一個就是來自舊金山的賭屎老人 另外一個就說好 當年成物上的人都拍攝了MV的 聖河世 結果 18比4 但我首先說只有票很少 只有22張票 因為以前我們不可以做一個直播 現在水王說 Facebook設定了一些新的東西 不能做直播投票 結果變成了 只要求我絕對滾到下面 就沒有了 OK 那我們也要想一想 那這些是他最新鮮的 也不用想 他現在直接是現場投了 OK 不要緊 我明天也會 可能後日我約了一些IT的朋友 講一講 那些投票 如何做直播 那些東西 新的技術 新的platform 我們都可以聊一下 好了 當然要講少少永廉庭 講少少永廉庭之後 播一條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去賺錢 既然沒有大智慧 就只能夠跟風 跟什麼人風 當然跟有錢人 難道跟我嗎 看一條片 香港有班大媽傻 掌控城市的經濟命脈 原來他們的影響力 已經滲透到陰間 多個私營骨灰堪場 背後的老闆 其實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 沙田寶福山 佔地一萬平方米 堪場衣衫移見 設有登山電梯 硬件設備 堪稱豪宅級數 這裏單人堪位 連管理費和律師費 由十三萬起跳 到三十幾萬不等 寶福山地皮的業主 是高瑜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和股東 是賓儀大王鳳盛 一直有傳 寶福山是澳門賭王 何鴻生有份搞 高瑜其他董事更加包括 賭王的左右手 蘇樹輝和圈永明 在屯門青山村的 善緣 則由仁清慈善母後 金像院泰國賽館老闆娘 徐美琦在09年創立 他08年尾 以千二萬馬入地皮 並且成功向成規會申請作 令歡安治所用途 善緣設有五千個堪位 表義堪場 運浮先貫 由光言有限公司持有 光言的董事 正是新世界集團主席 鄭家純的叔父 鄭宇偉 和梅夫 杜偉海 楊姦陰姦 他們玩了 當然這段不是新片 為什麼呢 寶福山屬三萬 是連管理費都不夠 現在寶福山是說三百萬 最便宜的單人 百多萬 百多萬 Anyway 大家知道 上個星期那一集都說過 香港政府是含家產 仍是含家產 今年年尾有二萬多位 如果大家抽 竟然要倡議 不得二十年用 不得再永久 不得永久 其實他們想的數字 可以續十年 再續十年 你那些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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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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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經常說 如果你成早要當是垃圾 那樣子 那樣子 你找你的孫子 直接散骨灰 那些孫子 我不會再說那些 其實我純粹是用一個投資的角度去說 因為現在 譬如 在香港 要買一個 你想一下 你夠不夠膽說 你父母 走的時候 這麼爽脫 今天其實我做了兩個 不論我想說的 但是太沉重 我不想說這些題目 就是有兩個短篇 好像聯合了那些 那些善中中心做的 就是那一天我們會死 找一些老人家 跟一些年輕人去對話 其實那些對話 看得出老人家很豁達 但是不代 他也有他們害怕的事情 譬如很害怕你們把他殺灰 很害怕你們把他 不知怎麽處理 骨灰 但是我害怕 更加害怕的是你們用很多錢 我們其實就是要捉這個心理 為什麽我說我們賺錢 就是要跟著這個大媽撒 你跟著大媽撒還有錯嗎 你也明白為什麽 現在的表義 很多人要投降 因為他們知道 一定拿不到牌 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月尾 是一定要保障 那些有表一排的人 為什麽155間 只有19個是申請了 就是這麽意思 好了 那麽很簡單 其實為什麽我說 其實永念平是一件什麽事呢 永念平是一件事很可愛的 就是他有一個 我買了一個朋友 我想很多網友就買了 他有一個保證升值的 我已經不要說市場的波動怎樣 總之你跟著保證升值 你買了一年就這麽多 兩年就這麽多 今年還未加價 合約寫明已經升兩萬 保證至少 至少 OK 但是好像林康正那些奇領怪 你早選了一個好位 無論是升了一倍 15變32 15變32 那麽變了 有時我真的很緊 我們當然要賺你的用金 但是那麽也不是重點 你實在有 你每一天在家 除非你說連這一點都拿不出來 就沒辦法 但是你可以去做 去介紹朋友 因為呢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魄力 有些人就說 我想什麽來想什麽 你經常想賺錢 我跟大家說 你簡單得 你找個啤梨 我教你 你去 我不用認識別人 不要認識別人 不要認識別人 你就要走殯儀館 走長生譜 走醫院 走老人院 你一個月都要賺三幾十萬 我真的沒有空 不然我去走 真的一定有 可以計算出來的 不要說三幾十萬 十多萬 可以計算出來的 不行的 這樣就不要怪我 不要說我幫不了你 這個世界上 你不行就有人不行了 永遠去看別人 為什麽會賺這麽多 為什麽會這樣 就自己去做投資 因為現在的最低最低最低的入場費 通常我們不會繼續買十五萬五 為什麽呢 十五萬五有三萬分證 十二萬五 但是這個位置 你十五萬五 其實你就不如買十七萬 那隻 減三萬分證 即是十三萬 因為選了個位置 就不是買個權 你給三成首期之後 接著就供 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給三幾萬元 接著就供了 有幾千元一個月 為什麽呢 你要創造利潤 其實起碼是一年後 或者兩年後的事 因為你要等到監禁那裏 去加價 你才可以創造利潤 那你供得來 就剛剛好 那你已經賺幾皮了 我已經用到最蠢最蠢那種辦法 最蠢最蠢那種 因為你已經過了一年效 你可以買 一年前那些客人未必可以買 如果買了就沒有了那個 群政的減價 大家可能聽得亂些 就買了一個朋友就明白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這麽簡單 我買了 我供 供完 譬如說兩年後 因為你已經過了兩年後 即是過了一年後的禁售期 所謂 你可以得到他的回贈 他又加了價 那你已經跟他當時的市面 已經有幾皮分差 那你賺十多萬 賺幾十個% 你想怎樣 其實他都是不想 為什麽他要你供完的時候 才可以買 因為就好像 免得你賣樓以前 那些人都會摩貨 是呀 就是摩貨 那你現在 即是說真的 譬如我有些大客 有些老友 那麽說真的 去買一大堆 因為計圖早 十幾厘 那麽簡單 30厘 甚至乎 那麽簡單 賣十個 八多萬 一年去計算 十幾厘會回報 接近20厘 兩年就這樣 那麽簡單 你們不要想到這麽複雜 當然你要有第一桶金 還有我仍然是覺得 大家有時間 應該跟我們去澳門看看 澳門走開 不要緊 再給你一個機會 明天我們再會在新景酒樓 明天我們十二點 十二點在紅磡 十二點在紅磡基利市路 三十一至三十五號 新景海鮮酒樓 我們又會放在流水宴 基利市南道 為什麽我們會在那裏呢 其實就是 世界百年公司走出那條大路 碧加街 對 碧加街後 即是去到新景海鮮酒樓 三十一至三十五號 為什麽呢 明天我們開茶會 為我們下個禮拜的大馬團 我們會在那裡開茶會的時候 順便如果你們下 因為我們還不開 有興趣的 關於這些事情 想現場問我們的 到時歡迎大家 可以下來去查詢 甚至乎因為泳廷廷 遲些我們在泳廷廷 包括小禮 也在尖東 有個海景的寫字樓 我們會搬去那裏 是 但現在的紅磡 我們還有在那裏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這些現場的單位 那或者你們聽的時候 可能是過了明天星期六 那你就可以預約 你就可以WhatsApp 59330829 或者66982429 是的 通常應該呢 大馬回來的星期六 三十一號 都可能會再搞 OK 那明天記得 十二點來喝茶 我們請大家放心 另外最後 播了一段影片 給大家懷念一下 就是我們當年 在港英治下的香港 昨天晚上 我聽完這個 《金曲妙韻歲月情》 死人 Jordan 講了幾個 一些外國英國警官 在香港的故事 我覺得他講故事的技巧 都相當不錯 都是吹嘴佬 是 他是 好聽的 大家如果沒有聽 或者沒有聽 看看有沒有辦法 就下落來聽 這個節目真的要聽 其實《金曲妙韻歲月情》 為什麼呢 他有很大部分的 跟我們很接近 但有些事情跟我們不同 但是他本身也是經過 時代出身 他也會選一些歌 他有做很多功夫 選一些很多不同的 我們認識的 或者不認識的 但是認識的 都很不同版本的歌 除了歌之外 還有一些故事 昨天那一集特別 我覺得真的 我也覺得 有未到觸動 但是 當我們想起 如果一個愛這個地方的人 可以為這個地方 連命都沒有 我們到底有多愛這個地方 我們想著走 當然 我不會去懷疑自己 愛不愛這個地方 因為我已經對這個地方 不是很愛 不然我不會說得到焦土 為什麼會對這個地方 不是很愛 其實地方 對我來說 從來就是人 地方是什麼 我們走到那些地方 我們走到那些地方 回到學校 往往想起 走到那裡 看到藍球架 當然想起 其實也是想起 那時候的人 和那時候的情形 物好死 大家真的可以聽一下這個節目 我們看看 我覺得 我有一件事很認同 你說英國佬 是海洋國家 海盜 殖民地 也好 真的要自己問心 甚至乎有些 建制派的朋友 問心 你在英國管治下 開心點 還是現在開心點 說完了 說完了 沒有話要說 說完了 OK 所以我真的對 我經常都會引起這個 之前那個叫利比利亞 那個總統 我忘記了名字 威亞 不是威亞 就是之前的 你威亞是利比利亞嗎 是 是 是 我忘記了 你不是說 津巴布韋 不是津巴布韋 他死了 那時候 但是他那時候競選之前 就是他競選贏 就是他競選那段 speech 就是要趕走中國殖民社 要叫歐洲殖民社 英國人回來 他說 雖然英國人都掠奪我們 但是他教我們建屋 教我們識字 教我們文明 教我們信耶穌 OK 還當我們是人 但是中國人 就只是掠奪 掠奪 他應該 我沒有記錯 2006年去發這段 speech 大家上網查 那他就贏了 不過他贏了 可惜他出生 什麼事情都還沒做 在任中就死了 接任者 又是那些傾向傾斜 沒有辦法錢 錢 但是這件事 那些錢又是那件事 永遠是非洲裡面 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些建築商 可能會得到一些利益 那些窮人 仍然被你當勞役的話 早晚又是和你來一局 OK 你就繼續來 我們看看彭定康 在1997年之前 他是抱著什麼理念 去管治香港的 然後我們今個星期的 《比利晚報》 也在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總目 拜拜 它代表 認識 人們 這首次五個月 我們做過 七六個月 五個月 是做的 沒有告訴別人 也 這裏 非常有影響 非常有影響 全球 踏山 不讓他 當他降臨了 順利益 甚至於 他降臨於 荒城 當時 最少選擇 我們開始 去三位 廣場 我们发现,在一个中央的游泳里,没有工作过来年纪。 你知道,它是一个小的东西。 不,它是一个小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公共的房子没有水。 派人的许多游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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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北京, 并且不危险。 我不会进入门, 我不会进入门。 我不会进入门或许多游泳。 我们必须保持住, 你也必须保持住在这些人中, 努力逃习一部分。 但是我们必须给人们, 会给人们, 有机会。 我认为这些人, 他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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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超過200公司的公司 因為住在公司 走到公司 現在他們都變成公司 但最多的住民 都受到公司 你嘗試鎖離開 然後你拒絕了 你拒絕了更嚴重的情況 你拒絕了 跟人們被刺激過的 hair 《Patton walkabouts》 也帶來強烈的影響 作為了所謂的 《Governor who cared》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Now tell me how long you've been living here 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住了31年 31年 我還沒見到 Hey, can I have one? Two kids will be counted as one egg house So this room we can house about seven to seven Yeah, in this room Although it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outside the colony Patton used Hong Kong's wealth to increase public spending Not dramatically, but enough to consolidate a degree of public support that any Western leader might envy Bye 在家或出旅行去旅行 都想緊貼精彩節目 至於一番 設計輕巧的Sweetie TV Zero 隨身攜帶 有Wi-Fi覆蓋到 所有節目都看到 對著富士山長和Kate就更好 旅行前 準備好 購買方法 要知道 還不快點上來Sweetie TV網店買回寶